大家好,我是阿等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Android编译安装 如果你是通过安装原来安装Android的 有可能某些模块是没有包含 或者你需要排除某些模块 又或者你需要使用第三方的Android模块 那就可以通过圆满来编译安装Android 今天我会在SenseOS G9以及无方图下演示如何编译安装Android 还没有订阅DV分享频道的朋友 麻烦大家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先连接到我的虚拟机 接下来打开我博客的笔记 如果你只想安装一个包含全部核心模块的安装室版本 又不想自己编译安装的话 那就可以使用这里提供的命令来安装全模块的安装室 接下来看一下编译安装 首先你需要准备好编译的环境 今天我会演示编译包含全部核心模块 以及包含一个第三方的Android模块GUIP2 我们需要先安装不同Android模块编译所需要的依赖包 上面这一部分是根据不同模块分别列出的所需要的依赖包安装命令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下面是单命令的一个整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编译的Android模块来进行上检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当前运行的4线OSG9 默认的源是没有包含GUIP以及GUIP2相关的依赖包的 所以我这里准备了两个第三方的安装员 这两个安装员分别提供了GUIP和GUIP2模块编译所需要的依赖包 下面这个命令是无法图使用的 内容都是差不多 只不过是安装的依赖包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先拷费这两台 这两条安装第三方员的命令 现在SenseOSG9这台虚拟机安装这两个安装员 按照完成之后我们把这个安装三观依赖包的一个命令拷费进来执行一下 这里同样把Ubuntu这个命令也拷费过来执行 编译环境准备好之后我们需要进行编译前的准备 也就是下载安装室的原码包以及安装室第三方模块的一个原码包并解压 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安装室的配置目录以及临时文件目录 最后还需要新建一个安装室运行所需要的用户核主 一般都是新建一个安装室这个用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拷费这个下载安装室原码包这个命令 一般我们都是下载最新的稳定版本 我这里最新的稳定版本是1.22.1 大家需要去官网查看最新的稳定版本来下载 把这个命令拷费下来 接下来我先创这个data目录用语进行这个编译 然后进入到data目录 把这个命令拷费下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拷费这个下载第三份安装室模块的一个命令 然后粘贴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解压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安装室的配置目录 一般都是放在atc下的安装室 然后创建一个临时目录 我们还需要新建一个用户和组 刚s参数指定这个组是通过哪个效命运行 一般都是不允许登录的 所以我们指定no login 然后刚m参数指定这个 用户是不需要创建这个横目录的 然后指定这个用户这个名称 创建完成之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安装室的一个解压目录下面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编译的配置了 也就是可以在这一部配置安装室 编译是需要把哪些模块编译进去 或者排除某些模块 又或者添加第三方的安装室模块 这里的命令是带注释的 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提供参考 前面前面这一部分是基础的一些配置 下面这一部分是安装室编译模块的一个配置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有些模块是动态支持这个动态编译的 它会在后面有个dynamic的一个标识 动态编译的意思是当需要的时候才会动态夹载这个模块 我会将这个模块打包到安装室的二进制文件里面去 最后这里我添加了一个第三方的安装室模块GUIP2 接下来拷费一下下面这个编译 编译配置的命令 然后回到我们控制台粘贴执行一下 配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Maker命令来编译安装室 然后通过MakerIndo命令来安装安装安装室 编译成功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编译好的这个安装室是有哪些模块 以及它的一个版本号了 接下来需要把安装室配置为系统服务 方便后继的管理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两份系统币门的服务模板了 给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拷费SensorS这份服务模板 我们编几个配置文件 一般SystemD面的服务模板 我们可以放到SystemD面下的一个系统目录 然后跟着这个Engance 点Service 把它粘贴进来 然后拷费另外一份 把它粘贴进来 接下来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SystemD面的配置文件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启动安装室来测试一下了 然后检查一下启动的一个状态 可以看到两边都是正在运行的 最后我们通过CORI命令 请求一下安装室看能不能响应 可以看到两边都是正常响应的 就代表我们的安装室已成功安装了 天药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大家订阅一下订阅分享频道 给视频点个赞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